動和登山 哈囉大家好我是賈珍 今天呢是久違的開車去登山 我覺得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租車 然後去坐山裡了 那這次呢要登山是位於新竹的合宮寄山 那我這次打算呢 從山上人家第三燈山口上山 然後我們就先出發 可以搭山上人家燈山口 我現在已經從山上人家燈山口起登了 然後我覺得目前走在這邊超漂亮的 就是有很多人到的柳山林 那我其實一開始真的超級猶豫 到底要走第一燈山口還是第三燈山口 就是現在身上人家燈山口這樣 因為這邊其實有四個燈山口 然後我就是一跟三在那邊抉擇 那最後呢還是選擇為了這邊柳山林 所以選擇了第三燈山口起登 那如果你是走第一燈山口的話 就是你可以多登一個耳公祭山 東南風吧 還是東西風 忘記了 反正這次你可以再多排一座啊 一定會超級漂亮 可是今天好像還沒 我覺得走這一段 有點像是在走 嘉里山 嘉里山有一點是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邊的石頭 其實有一點滑欸 大家可能來走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你的鞋子 現在是昏晃的上鋪 欸有點喘 好好笑 我最近啊看一些登山影片就說 如果你的下山就是膝蓋的痛 但有時候你上山可能用錯力了 就是讓你大腿很負荷太大 所以要練習的是用臀肌發力 臀肌是什麼 我最近瘋狂的在練習 但我覺得還是好難喔 你要怎麼感受在你上山的時候 是用臀肌發力 真是很困難啊 太難了 哇我現在超喘欸 你們聽得出來吧 超喘 現在已經走了大概半小時 目前都是緩暢啊 沒有什麼太難的部分 就只有石頭有點滑 哇 我覺得夏天爬山真的很熱欸 就是夏天爬那種 欸中海拔嗎 低海拔 中低海拔 就覺得好熱 我基本上呢已經快瘋掉了 喔那我覺得 天座山啊如果是 呃前幾天有下雨的話 最好就不要爬 因為我真的覺得 它石頭滑的很不可思議 所以大家就自己衡量囉 目前就是緩緩的散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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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嘛 夏天就好 待在家吹冷氣就好 幹嘛來爬山 天啊 好可怕喔 他們在走路這種 我也不知道算什麼的 感覺 打草重生 好可怕 欸 我覺得好奇怪 就是 我今天是禮拜天來爬山 然後我還因為 覺得第三 登山口 也就是 山上人家登山口 就一個比較多人 起登 所以我才選 假日 沒想到我覺得 隧道的人超少欸 哼 怎麼會這樣 好可怕 前面已經 要起霧了 感覺很漂亮 希望等下騎得更多 嘿嘿 也許是因為一個人的時刻 所以才特別容易想起那些 令人糾結的心境 生命裡有好多時刻 都在選擇著 每一次不同的做法 也造成不同的結果 有時沉溺 有時悲劇 那些在平地怎麼想 也想不通的 不知道為什麼 總在下山的那一刻 心裡就很清楚明白 自己該怎麼做了 無論結果如何 選擇的又是什麼 試著接受生命裡給予的所有吧 我一直都是這樣對自己說的 欸 已經真的都沒遇到什麼人 才遇到三個 好可怕 就是 好像 可怕 太久沒有 一個人登這種中級上 還是會怕怕的 可是 這邊的山也沒布條 不知道 是不是走對的 但是我看地圖是這樣顯示 沒錯 啊 看到布條 這座山 蠻戰士就是蠻多布條的 然後 沒什麼展望 基本上我是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展望 但是我覺得走在樹林的感覺還是蠻棒的 而且我覺得開車到登山口的景也很漂亮 我最近呢就是一直在找一些海外登山的資料 就是我最後決定 八月的時候會去日本登山 其中一座呢會是跟朋友去登富士山 那另外一座可能就會是自己多攀 想一想就是 旅遊 八月 又是暑假又是夏季的 感覺就很熱 所以就想說 這日子好像最適合去登高山 一直都沒有在海外登山的經驗 所以 這次今年 就決定試試看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有去過海外登山的 我自己蠻想要去的是日本的燕月 只是那邊有一座山屋可以居住 而且 感覺就超豪華 我目前們是打算自己獨攀那一座山 可是 不知道將來 會不會有變數欸 就很怕天氣啊 Blala之類的 總之希望一切勝利 到時候 再用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去的地方 剛剛一個快樂下坡之後 裡面還是 斗上欸 繞了我吧 來到 最後的抖身坡了 欸 真的蠻抖的喔 但是 只有一小段而已 還可以接受 加油 它在長這樣 上 上 去 就到 里達 兒共季山啦 吃鐵排耶 三角鹹 太熱了 看到三門咖啡館咯 怎麼會沒開 可惡 這是山上人家本館的下午茶 就是這樣子的價錢 然後裡面點餐 室內室外都可以坐喔 但因為不能外帶 所以我要回家了 我真的快熱爆了 我現在已經安全了 就是下完山 那我上山大概是花兩個小時 下山的話大概是七十分鐘 那我剛剛下山有沒有只想說 因為我們身上人家的門票其實是兩百塊 然後可以折抵 就是裡面的消費 我剛剛有沒有想要點個飲料來喝 結果它沒有辦法外帶 然後我就想說 我今天又是豬愛瑞 那我不如趕快回家 這樣才不會浪費那個 車子的錢這樣子 總之 順利完登啦 我覺得這一座山其實 並不難啦 練練體力還OK 而且 池車也蠻短的 然後有爬升 然後就是可以鍛鍊一些體力 我覺得是很好的 就推薦給大家囉 但如果下雨天的話 記得就不要來 因為真的會很滑很滑 石頭非常的滑 那期待有緣的話 我們就在山裡見啦 掰掰